以前我們曾經幫了一個姊妹 叫Jenny Lam 她當時是有情緒的問題 她亦有呼吸的問題 她要靠呼吸機的 她有不同的問題 我在網上已經放了她的見證 當她經歷了醫治之後 她後來去了一份 參與一間教會 她在教會中跟師母和其他人 一起醫治釋放的事工 是很特別的 前面兩位弟兄姊妹 是在她們的教會過來的 所以透過Jenny Lam認識我們 你有沒有想說一下 關於Jenny Lam對你們的幫助 有什麼想分享 我們在澳洲發生什麼事呢 感謝主 我們參加了澳洲教會 有個祈禱營 祈禱營 Jenny也有份參與 感謝主 祈禱營原來有課派 有什麼派就是求神的臨載 原來祈禱營不是一大抽內容 自己有需要自己怎樣怎樣怎樣 那樣東西不是 是求神的臨載 我們二十個人同心 求神的臨載 神真是臨載我們當中 當然求神臨載不是一著引擎 神馬上到 是要比虧眼 所以用了五六首詩歌 建拜神 建求主臨載 神真是煙營我們 神真是有真有活 臨載當中 每個人都有些經歷 我太太又會哭 這個哭是聖靈感動 我呢 有專門跟我說 見到Rey在跳芭蕾舞 我便覺得是做神喜悅的野神 叫他跳舞 你就跳吧 麻煩你 其實我們一生去追求 是甚麼呢 追求討神喜悅而已 一個胖子跳芭蕾舞 那麼可愛 那肚神喜悅 不就跳 我又見到大衛一生 凡事感恩 我爸爸剛剛過世的 過世 傷心痛 我和太太經歷了後 我們家裡 我和Janny剛才那個姐妹說 好棒 有空來我家裡開壇 求神的臨載 她說 你們自己都可以 我跟老婆同心開 每晚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在家裡求神的臨載 見拜神 每次神跟我們說話有些說話 我爸爸走了傷心 那怎樣 神又跟我說 凡事感恩 好似大衛 簡單說 我未入祈禱營的時候 我坎爭 我還是想做地上的大財主 簡單說做地上的有錢人 但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做地上的大財主的結局是甚麼呢 結果是聖經也有說 去些自己不想去的地方 現在追求是想做天國的大富翁 去天國住大屋 地上不用追求這些幾十年的事 所以神有給我這個匯轉 而這個經歷都是來自祈禱營 才有改變 而我覺得這個匯轉都是神秘 把神秘的 禁止 祢在以財主我 祢在衍維營 祢在慮營 祢在禁止 祢在海外 祢在海外 祢在寬信 祢在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